立法院会下午三读通过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 未来专任专聘代理教师及校长除了月领现有地域佳级 令设置九任奖金提供宿舍也给予自愿借调偏乡教师特别奖励 鼓励失资校长留任 此外此次修法也松绑学校组织运作给予学校更多弹性 根据条例偏远地区学校校长教师辅导人员等 依照教师代誉条例给予九任奖金 年资越久给越多 发放对象类别条件等有主观机关定值 除了原有地域加几三千零九十元到九千七百九十元 加上九任奖金每月加薪数额渴望突破一万元 也提供宿舍偏乡校长任期则改为四年 临选及聘任程序由主管机关一时继续令订 办学绩效卓越校务发展计划精神和通过 并经主管机关校长临选委员会统一者 得连任两次借此稳定教职员流动率 另外校长及教师在非偏与地区学校服务成绩有良 且自愿赴偏远地区教学服务应给予特别奖励 期间总计不得超过六年年子可合并计算 控管师资品值部分 各县市得控留偏远学校三分之一元额经费 聘任代理教师或专聘教师 但专聘教师要有教师证才有最多连聘十二年的资格 不具教师资格的偏乡代理教师只要近三年任教累计四学期 且表现有良者得参加中央全额补助的失陪课程 通过教师资格且教学演示和格者 得免实习直接发给教师证 后续就能征选各地正式教师 也可征选专聘教师 条文也松绑教师原额限制 学生数未满五十人且才混零边班者 除了校长 行政人例外 其教师原额可以升师比五比一 计算最低不得少于三人提供偏远学校 足额的教学人力 避免学校被裁兵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刘兆豪表示 让任何学童享有教育资源 这是国家应尽义务 也是重视国民受教权体现 朝野政党抛开几件 让中央协助地方教育发展 民进党立伟中嘉宾表示 教育是百年大忌 必须透过不断修法 保有下一代竞争力 民进党立伟中嘉宾表示 教育是百年大忌 必须透过不断修法 保有下一代竞争力 图结取自国会频道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